哈喽小朋友们 我们又见面了 真的非常非常的抱歉 很不好意思 我本来以为只是在第五组的中间 听着了录制 没有想到在第四组 就已经这样 害得我 后面激情愤昂得早 半天都原来没有录上 好啦 现在来重新 讲一下刚才 没有录到的部分 其实我想讲就是今天 本来只想要抽四组牌的 后来想 就是已经抽出来了 突然想说不 我还要再抽一组 因为我突然觉得好像 第五组的能量 有点特别 可能不会有很多的 朋友们对应得到 那么 有没有录到 好吧 再重新录一下 如果对应到你的 就是你的 如果对应不到的话 那么就请选其他组 或者关掉这个视频 不要强制自己 对好不错 对 我以为我都录上了 还换上了睡衣去醒了 书没有想到 好啦 那现在来开始看一下我们 第四组牌 刚才讲到了 哪里呢 第四组牌 都刚才讲到了 对 让我理清一下 就是在你们之间的 这段关系里面 嗯 我又有点走声 真的很抱歉 可能今天晚上 状态 真的 有点差 不知道为什么 好 嗯 第四组 第四组的人 我觉得 你们之间的问题呢 很多是因为这个人 他的大男子主义 他会想要去 试图掌控你们之间的关系 并且 说到什么 总结一下 他不是一个 玩卡类型的人 他是一个想要将来能够跟你创立下长期发展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人 嗯 我觉得你们之间的吸引力是蛮强的 这个无关长相之类 只是双方的吸引好吗 就是 这种吸引力可能 会非常的强大 你们之间也有非常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 你也能够像一个小太阳一样去照亮他的生活 嗯 相信这个人 他的内心里面 其实是有很多的 想法的 甚至可能 他对你展现出来的 只是他其中的 一个变相 也就是他 或许 还有其他一些 没有向你展现出来的 比如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觉得 你觉得他 嗯 很可爱啊 很阳光啊 很乐观啊 但其实可能他的 内心里面 是有一些 自己的 嗯 需要独处的一些 东西的 或者是 一些不愿意跟你讲 一些比较 严肃的东西 或者是 嗯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总能感觉到 跟他相处的时候 他并不只是 单单表面上这么的 这么的 阳光开朗 他还有 另外一面 但是 他这个面相 并不是讲 是不好的哦 所以请你 放心 嗯 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 刚才有讲到吧 是现实层面的 或许 他想的 也是比较多的一个人 嗯 掌控欲强 想的又比较多 有 很有可能是一个 自己创业的人 那么 他对自己 对你们未来的规划 想必就有很多 你们之间分手的原因 应该就是 跟这个有关系 可能 并没有达到一个和谐 可能是 他现在只是想要先 做好他自己的事情 比如说 嗯 我忘了 有没有跟你们讲过 就是 比如说吧 你想要 今天 你陪我好不好 我想 我想 给你看电影 可能他就会说 不 我要 做什么什么 我不能陪你 可能就会这样 对 或者是 会 刻意的去 嗯 屏蔽掉你的一些东西 也就是 你们两个的付出与 回报 并不是一个完全 对等的状况 可能 他今天 心情很开心啊 之类的 你们两个可以 出去 玩啊 什么 都没有问题 都很开心 但是有的时候 当他自己有问题的时候呢 他可能就顾不上你了 就顾不到你的情绪 你的感受了 有些男生他是那种 无论自己的情况有 多么的糟糕 我都希望我的 另一半 过得好 或者 女生 好吗 这个 性别我们 这个里面 男生女生都可以看 嗯 有些男生 配配 就 我就直接 拿这个这样去讲了 然后你们去 理解我的意思就好 好吗 很 很感谢我今天脑子 确实是 不够用 然后 嗯 说到哪里了 我觉得你们看我的视频 真的要加速看了 好 就是 他可能他就会 在他自己有事情的时候 他就顾不到你了 需要你去 自己顾你自己 好吗 而且你们之间的感情呢 就是可能会出现这种不对等的情况啦 嗯 其他的 之后 你们 给你们的建议是什么呢 让你们去 克服掉 你们面前 产生的这些困难 因为我知道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是真的很开心的 就像两个小朋友一样 无据无据无数 非常的 投入 非常的 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 那种感觉 好 那么 接下来 来看一下 天使给了我们什么样子的建议呢 给我们的建议是 回到 回到 你爱的地方 回到 你爱的地方 什么意思呢 重新 去评估 你的欲望 做你真正想做的 真正想做的 让我想一下 这几张牌 可能是在讲 这一张是在说 考虑 考虑你的基础 看一看 你对爱 能够有 多么的投入 能够投入多少 以及这张 证明爱 那么这几张牌 连起来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应该是在讲说 你在这段感情里面 你要想一想 你能够做什么 你能够为对方 为你们之间的 这段感情 能够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呢 嗯 或许你觉得 我已经很爱他了 我已经 为他付出的很多了 是他 只想 他自己 没有他自己的规划 我无法去插手 或者 他对我的感情 投入 跟我是不成正比的 我难道还要给他更多的爱吗 那么这里的提示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人啊 你想的这个人 他也是对生活 不是很有安全感的那个人 你不要看他表面上好像很 很阳光很乐天很开朗 并且做事情有自己的主见 有自己的能力 并且你认为他 他就会给人一种好像 我万事都很OK 我没有问题 我都 可以做得很好 的这样的形象 但他内心里 其实会有一些 小剧场啊 他会想 想一些问题啦 他想要 你知道吗 当一个人他想要 让所有的事情 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来进行的时候 证明 他其实是蛮 缺乏安全感的 所以他或许在你们之间 在这段感情里面 他知道你很爱他 但是 他还是有一些不确定啦 可能就是因为在现实层面当中 他就会觉得 我没有把我自己做好 或许 我跟其他周围的人比起来 还有一定的差距 我还需要迎头赶上 那么 你会真的很爱这样的一个我吗 那么你就要告诉他 你就要告诉他 对 我确实是 接受你 并且真的很爱这样子的一个你 为什么 因为你两个之间 有着很美好的回忆 以及过去 我相信将来也会是 非常开心 非常快乐的 只要你们能够 度过当下的这个 困难 什么困难呢 首先你怎样才能跟他复合 你要去重新评估你的欲望 去想一想你在你们的这段感情里面 你最需要的 你最想要的 到底是什么 你能为他做什么呢 或者他能为你做什么呢 感情 这些牌的意思 就是 调整好你们之前的一个状态跟能量 然后去度过 目前现有的这个难关 现有的这个卡 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 想一想 你能为这段感情做什么 怎样去证明 这是你们两个 共同需要面对的 在这段感情里面的课题 好吗 恭喜你们 这组牌也很不错 是 对 希望能够 帮助到你们一些 如果 你们有任何的问题 想要咨询 了解 或者是 嗯 建议的话 都可以评论 嗯 私信 或者是 加我的微信 都是可以的 如果想要做私人占卜的话 也可以加我的 微信 好的 那 好 第四组的朋友们 再见啦 祝福你们 加油 接下来是 刚才漏掉的 第五组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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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组的讯息被我放到哪里去了 中间 这一组 好了 对 接下来是 第五组的朋友们 第五组的朋友们 你们的能量真的是 很妙 非常 奇妙 是性存组吗 就是 百里挑一 被我给 中间 选到要 再抽一组的 朋友们 好了 那看一下你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子的 其实我刚才已经 写了一遍了 写了激情捧盘 现在就有点 有点累 好 看一下 你们的状态 你们 我相信 这一组的朋友 请 请 如果我讲的是你们的话 就 你们一定能听懂 我讲的是什么样的意思 如果 听不懂的话 可能 这一组也不太适合 你们 因为这组的能量 有点怪怪的 好吧 然后 还有就是 如果 对应到的是你的信息 那就 看你的 如果 是我说对方是怎样的状态 但是你觉得你是这样子的状况的话 那么就请你自行颠倒来看喽 好的 那接下来 我首先 我先来说一下 你们两个的感情呢 在 一起 初期的阶段下面 嗯 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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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讲 有一种 神奇的 感觉 就是 双方非常的吸引彼此 我觉得 为什么这个人能让我这么的 喜欢呢 为什么他能这样 吸引我呢 他有什么地方是 如此吸引到我的 可能你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你就会被这样子的 一个人 所吸引 你们是双方的 相互的 可能在你们 恋爱的初期 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两个 即使没有在一起很长时间 即使 我们的了解 现实情况是不够深刻的 但是我就总有一种 跟他莫名的熟悉感 莫名的觉得 我很了解这个人 莫名的觉得 他的心意 其实我能懂 就即使你们两个在 不说话 断联的时候 也会有一种 这个人好像 并没有离开我 的感觉 这种感觉 很奇怪 就是有一种 盲目的 盲目 应该是 迷 迷之自信吧 迷之自信 觉得 这个人 他还没有离开我 觉得 这个人 他还会回来 并且觉得 即使我们两个 在一起的初期 他是 他是 就算不够了解他 也是觉得 我们两个好像 很久以前就认识了 好像 有着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深的连接 这是为什么呢 我感到 很强烈的信息是 如果 你们相信 相信 前世 这种说法的话 相信 因果 业力 这种说法的话 其实我相信 你们在 前一世 就已经认识了 你们带到 这一世的是一种 因果 业力的关系 可以这样讲 而且这一世 你们彼此也是情侣了 并且也是 彼此的 灵魂伴侣的关系 所以 为什么 你们之间 有着 如此强烈的 连接 确实在这里 如果你觉得 这个人 第一眼 就莫名的熟悉 莫名的被他 给吸引住 并且 总是在 迷之自信的话 好吗 嗯 我觉得你们之间 有一种 既相似 又不相似的感觉 相似可能是 在某一些层面上 嗯 是非常相似的 怎么讲 比如说 嗯 这一组我会 这一次更加详细的讲完 因为新开了一个视频 好吧 嗯 这个 这一组 让我觉得 就是你们既相似 又不相似是为什么 在有些地方 比如像 嗯 玩一些东西啊 或者是 平常的一种 生活的习惯啊 之类的 就觉得好像有的时候 像在照镜子 就是 他好像就是我 我就是他 或者是在一些 平常的 待人处事上面 可能也有一些 相同的点 就觉得 你比如说 你自私 我也自私 就谁也不要说 谁 这只是一个比方 好吗 然后你们两个人 为什么说相同 又不相同 我先插一句信心 要不然我怕 我会忘 其实你们之间 其实你们两个人 是蛮有艺术气息的 其中有一个人 或者两个人都是 比如说 绘画画 或者唱歌好听 或者跳舞表演 都是有可能的 或者 嗯 声音好听啊 嗯 对 都是很有可能的 好吗 嗯 接下来我再回到 刚才的话题上 为什么说你们 既相似又不相似 不相似在于 可能在你们 处理事情的 三观上面 是有所不同的 你们可能会有着 年龄上的差距 可能是男大 女小的问题 或者 反过来 但是更多 我觉得应该是 应该是 男 男生这一方面 比较大 但是在感情的层面上的话 其实男方的感情 并没有女方的成熟 这个 年龄跟 感情上面的这个年龄 是不同的 可能 就算男方比女方大 但是 在情感上面 还是 嗯 男方可能有一点幼稚 可能有一点 心里的 像想法 之类的 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说的这个想法 并不是一个什么 不好的想法 请大家 注意一下 嗯 刚才找到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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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哪里了 好 那就 不相似在于哪里 可能在 对待一些 事物的三观上面 比如 有一方觉得 我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 讲那么多 我们自然就会先领神会了 我不需要跟你讲太多 我的事情 你可以 你应该会了解我 那另一个人就可能会想 你不跟我讲 我为什么会了解你呢 明白吗 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一个人觉得 这件事情 过去了啊 没有关系了啊 不要再讲了 再讲很麻烦耶 但有一个人就会觉得 我们不讲清楚嘛 我们如果不讲清楚的话 这件事情 怎么能过去呢 就可能会 类似 不一定是你们真的会这样 但是 我讲的知识是一个 就是你们不相似 可能会在某一方面 就是像 类似于这样子的 情况 是不相似的 就是 你们两个既很像 又不很像 就是这种 既像在照镜子 又感觉好像 两个人 又容不下 彼此 的感觉 但是你们 很清楚 你们对彼此的感情 是很真挚的 可能 之前 你们的恋爱 关系当中 没有一个人 让你有这种 竟然能够在这么段的时间之内 就能如此的 被这个人吸引 并且是那种 并非只是 并非只是那种 新鲜感 而是那种 有一种熟悉感 就是觉得 龟属 龟属感 可以这样讲 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龟属感 并且两个人 其中一个人可能会想要逃 一个人想要 留住 这是 某一小部分人的信息 如果能够对应到你的话 你能明白我在说什么 如果 说的这个话 你不理解的话 就请 屏蔽到好吗 然后 我觉得 你们之间啊 其实是有很多的矛盾的 为什么有矛盾呢 为什么如此的 就是 你们不是 可能你们 见面 也不是很频繁 对 然后 平常的 接触啊 交流 也比较少了 到后面的时候 但是为什么 我会讲说 你们如此的 接近了 如此的亲近了 使的是 你们的 灵魂层面 是很接近的 一个状态 所以 嗯 就让我觉得 你们之间的那些冲突啊 矛盾 其实到现在 并没有解决 对吗 就是 比如说 有一方心里没有讲出 他心里的内心的真实的想法 那么这个 两个人 你们两个人之间最大的问题 或者为什么分手的 终于想到这个问题了 好 那为什么分手的 可以讲 我觉得主要是来自于 你想的这个人 对 也可能会来自于你 但更多是这个人 请大家 看 符合 谁的 就是在说谁 好吗 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 自我 内心想法 非常多的人 他也是一个 面相非常多的人 你有的时候 觉得他蛮沉稳的 你有时候觉得他蛮活泼的 你有时候觉得他挺可爱 但是有时候又觉得 这个人为什么这么的 麻烦 就这种麻烦 并不是说他烦你 而说他 内在的纠葛有好多呀 你觉得他 小剧场 一桩接着一桩的眼 明明能够好好的过 但是为什么 你就非要 搞事情了 就是这样的感觉 好 然后 嗯 他的问题在于哪里 在于他的 工作 在于 或者 我觉得他可能也是一个 正在创业的人 或者是 就算不是创业 也是在 他的工作方面 可能会有一点成就 或者他希望能够 达到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并且他可能 你们的关系 为什么会结束掉 也跟 就是现实层面 跟工作 跟家庭 跟社会 跟周围的人事物 甚至于 跟宗教 关系 都是 有关的 一件一件的说 他可能 正在忙于他自己的工作 事业 正在想要为自己的 将来打拼出一条 他想要的出路 或者是 也可能是周围 身边 朋友们 对他的影响 他可能会想 我 为什么我就总觉得 他好像年龄比较大呢 总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就是 我身边的人 都已经 怎么样怎么样了 为什么我还 没有 怎么怎么样呢 可能他会有一种 这样子的想法 在缠绕着自己 再或者是 他 就是如果他是创业的话 他当然希望能够 把自己的 哦 不好意思 我又 我又 断片了好的 就是如果他 能 他想 把自己的 事务 处理好 把自己的工作 处理得很好 或者如果他家庭方面 有问题的话 也是他考虑的因素 还有社会上面的 各种各样的情况 他也会想到 你们之间的一些 问题 是否是 不能够解决的 比如说 在目前他 只想要先把他的 工作顾好啊 他 在你们之间的感情上面 是设下了一层屏障的 他不让你去进入 他 他对你明明是有感情的 明明他觉得 为什么这么怪 即使我们两个分开了 即使我们两个 有很多的矛盾 即使我们之前 有冷战过 或者怎样的一个状况 让我们觉得 按照正常人的思路来讲的话 已经没有什么感情可言了 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 这是针对一部分的人 来听的 好吗 如果 有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但他却觉得 你们之间好像就是有一种连结感啊 这种莫名其妙的连结感 到底是出自于什么呢 他也不清楚 他也不明白 但他觉得很 很 很 莫名其妙 我 放什么飞机 真的 很奇怪 对吗 刚才我也讲了 为什么你们之间会这样呢 是因为 你们的连结 是真的 非常非常 强烈的 好吗 然后 看一下 就是 他可能他会 在想 就是对 他在你们之间隔了一层屏障 那么这就会影响到 你们两个的未来的发展 他是 他不想要这样 但是他又觉得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就是 我先处理好我自己的事情优先 我先顾好我自己优先 对 他就好像就有一种感觉好像是 我先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吧 然后 等 做好了以后再回来 你可能还会在这里等着我 他就是有那么一种 你们两个都有一种盲目的自信 不 呸 不是盲目 是你知自信好吗 就是 你觉得 你们两个就算分开了 他还是会回来 你们两个还是有连结的 他也觉得 就算你们两个分开了 他去忙他自己的事情了 他不用去多管你什么 他就算对你冷漠 照样他回来的时候 你还是会在 你还是会在等着他 他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真的不是很多 很 不是能对应到很多人的信息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 嗯 对 你们之间可能还会有宗教方面的影响 在影响着你们 可能你们是不同的宗教的 你们可能是不同的 社会地位 社会地位 家庭背景 宗教背景的人 比如说一个人信 一个人信 耶稣 一个人信 佛 这个样子 或者是 民族上面的不同 民族上面的不同 也是有可能的 嗯 就是你们的宗教信仰 可能也是 在他内心里面 惶恐不安的一个地方 就是觉得你们两个未来 如何发展 他不知道应该能不能去解决的一个 咳咳 一个问题 好吗 嗯 嗯 然后呢 这些都是 符合你的就是你的 如果 如果不对应的话 也不要勉强 好 然后我想说的是 什么来着 你们觉得我麻烦吗 我觉得我这样真的是好烦人啊 就不能一口气把话全部都说完 然后赶紧睡觉嘛 OK 然后接下来就是 提亮我一下了 好吗 谢谢 谢谢 嗯 下一次我发视频 会把我的状态调整的很好的 今天可能是 时间太晚太困了吧 好吗 好 接下来呢 就是 对一个是 他在社会上面 他有很多需要他解决的问题 他的工作方面也有需要他解决的 还有家庭状况 还有可能会有宗教信仰上面的不同 那么他其实他给你的感觉是 我很OK啊 我没有问题啊 我可以完全解决好我的问题 你不需要去帮助我 但是其实他的内心里面是有一种 是有一种依恋感的就是 当我回来的时候 你在好吗 当我想要回来找你的时候 我需要一个肩膀去靠一下的时候 希望你能够在我的身边 这样子想很自私 没有错 但是 我想问你 你能离得开他吗 不是 不不不不 没有任何人是离不开任何一个人的好吗 删除掉我刚才那句话 我的意思是说 你也能够感受得到你们之间的连结是很强的 那你 那你现在呢 我不建议你说 苦苦苦的等待他 苦苦的等待他 苦苦的等待他 等待着这个人来到 回到你的生活当中 我不建议你这样做 你要先把你自己照顾好 我相信你是一个 非常非常 嗯 尤其是在思维层面 可能会很 嗯 怎么讲 就是有自我的一套想法的人 可能你身边总会有人讲说 你跟其他人的想法有些区别 有些不一样 他也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可能你们两个人在其他人的眼中 都有一些很独特的点 就是别人无法理解 但是你们两个却很明白的点 对 你们为何 既相同又不相同 原因就在这里面 嗯 就是 别人不明白的 你们能够明白 但是 却又总觉得 无法去突破两个人中间的 一个 一道 一道墙 但是不知道这道墙 它到底是为什么而存在 就很 苦恼于这件事情上面 就是 阻隔了这件事 他并非是真的不想要跟你好好在一起 你也并非是 其实你 你很想跟他在一起好好等 对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子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目前当下的这个原因 他并没有解决好 好吗 然后呢 并且我也说了 他这个人 无论是他比你大还是怎样也好 但是他在感情层面上 我总觉得 他是 不如你的 就是 他的 可能他的经验比较少 或者是 嗯 可能一个人 这个经验可能代表是 他之前恋爱的经验很少 或者是如果他 之前恋爱经验也 就是他之前也 恋爱过很多人的话 那么他 但是 我觉得他 对于感情这件事情来说 其实他跟你在一起 他是一个新萌芽的状态 就是 爱情初体验吗 很怪这句话 如果他以前 谈过其他的很多恋爱经验的话 但是我也会有一种 他在感情上面 其实也是在一个 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复苏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 有些朋友 能够对应得上吗 然后呢 你们之间的矛盾 你们之间的屏障 你们之间的阻碍 怎样去消解呢 怎样去 化解呢 你们两个可以复合吗 我刚才 我没有讲 哦对我 我是不是一直都没有讲 你们两个能不能复合 好啦 其实我 那个 第一个视频 就是刚才那个视频 其实我 我上来就很兴奋的跟大家讲说 你们一定是会复合的 好吗 好 你们一定是会复合的哦 好 为什么呢 首先 天使直接就告诉了我一个很准确的答案 就是 新的爱 你们两个会摆脱掉之前的那种 那种关系模式 你们会认清楚你们当初的关系模式 可能是有好有坏的一个状况 做好的时候很好 不好的时候有很冷很很不好 对你们能够摆脱掉之前的这种状态 能够 嗯 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并且这个新的感情是你们两个之间的 因为这个问题问的是 你们两个会不会复合 好吗 接下来呢 我为什么说你们两个连结真的很强 从整个牌面包括天使的指引上面 有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讯息就是 你们两个一定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就认识了的人 即使可能你们是 并没有在这个这个时间段里认识很长时间 但是要相信 你们的这种强烈的连结是 源自于 之前 上一世的 累积的 累积到了现在 并且你们是 真正的灵魂伴侣的关系 这是一段 心连心的关系 你们之间的关系 可能并不能太受到世俗外在人的理解 可能你们这组人哦 如果到 走到结婚之前 你们是很有可能会迈向一个婚姻的状况的 但是我觉得你们之间的路不是很平坦 你们将要有很多需要共同去面对的课题 包括可能你们在结婚之前都会受到一些家庭的阻碍影响之类的 嗯 对 家庭就是 家庭的反对啊 社会的反对啊 可能跟宗教有关 跟年龄有关 跟各种各样的家庭背景不同 或者这之类的有关系 可能会受到 结婚之前可能都会受到这些阻碍 不过 你们也可能之间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断联啊 失踪啊 伤心难过 你看不到希望 虽然你是一个对未来 你很希望能够跟他有未来 你很希望能够有 就是 就是 我相信他现在只要跟你说我 我回来了 我们 复合吧 你就会 说好 我们复合吧 你就觉得我们的未来其实是有无限的 可能的 但是你现在也是有一种 停滞止步的状态 可能对方他有给你传达一些错误的信息 让你觉得 他是不是 真的不爱我了 他是不是真的离开我了 而且我在这整组牌里面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信息 我看到的是 可能 可能你们之间会有第三因素的影响吗 这个第三因素 刚才讲了 有工作 但是我现在讲的可能还会有一个第三 第三者的问题 可能会有一个 你们是不是想 你们是不是觉得 好不容易刚说到你们两个会复合 然后 接下来又讲了一个第三者 但是我要跟你们讲的是 无论第三者也好 怎样也好 可能是 这个人是真的有的 也可能是 你误以为 对方给你传达了错误的信息 你误以为 他 或者是 或者是 你们两个可以 导欢者来看 误以为 另一方 有了另外的一个人的出现 或者是另一方 真的有了这样的一个人出现 都没有关系 好吗 都没有关系 因为 你们的连接感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的 如果你们能够对应到我刚才的信息 包括 刚一开始就会有一种强烈的熟悉感 一种归属感 一种 就是觉得 即使我不了解他 我也觉得我了解他 即使我认识不深 我也觉得我认识他很长时间了的这种感觉的话 我相信你们能够对应到我今天所讲的信息 你能够明白我在跟你们讲什么 好吗 嗯 对 你们是一种 心连心的关系 是 超脱与两个人见面 你们见面也很少 我感觉 包括现在已经就断练了 已经 失踪了 而且有一种两个人对抗的情绪 就是 我觉得你会回来 你也觉得我会回来 那我们两个都绷着这个劲儿 就是 都绷着 我也不找你 你也不找我 如果你找我的话 我可能会拒绝你哦 你要小心哦 就是 为什么要这样讲 就是 拒绝 但是 这个拒绝呢 并不代表着你们两个将来不会重新在一起 好吗 就是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 我觉得主要是他吧 他应该还有一种小傲娇的感觉 就是 我 我很棒 然后就 自尊心 他属于非常强的 你们两个人的自尊心都很强 所以就是 相互的对峙嘛 而且可能 会出现那种 一方 在 向另一方表达了 好像我还没有 离开你哦 好像我还 突然冒出来一下我 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 另外一方就会觉得 嗯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你没有离开我 我就知道 你还是想我的 你还是 心里有我的 那么 另一方就会有一种傲娇感 就会想 那既然这样 那我再 观察一下 好了啊 我就 我就不说话了 我就 不回应你啊 看你接下来怎样演咯 可能就会这个样子 那么 建议你们不要这样好吗 这样很累啊 很 很 很纠葛啊 明明两个人可以 好好地解决的好吗 但是如果这是你们两个 必须要去共同面对的课题的话 我也希望你们两个能够 好好地去面对 好吗 然后呢 接下来 这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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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他是值得你等待的吗 是值得你等待的 因为这里出现了 去等待 慢下来 去等待 好吗 去慢下来等待着这个人 做好他自己 需要一个人去独自承受 独自面对的这些东西 并且呢 两个人去一起 一起 当 你们两个 有一个破冰的机会的时候 我相信会有的 这个人他 最终会回来的 好吗 当你们两个有这样的 连结的时候 请一起去面对 你们将要面对的 各种来自于社会也好 家庭也好 身边的亲朋好友也好的 这种阻碍 因为这种阻碍 其实最后都会变成祝福 都是会变好的 只要你们两个相信 只要你愿意去等待他 相信 你们之间的连结 相信你 向宇宙下的订单 是有所回应的 我感到有些朋友可能 有在用吸引力法则吗 是不是有在用吸引力法则 想要吸引到你想要的人 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或许你已经向宇宙下了一个订单 订单是 我希望这个人回来 那么这里就告诉你 你下的这个订单 已经被 已经被听到了 好吗 你下的这个订单 会慢慢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 在它该发生的时候 就会发生 该回来的人 就会回来 所以不要着急 慢慢的等待 慢慢的看事情是怎样流转的 所以在这里 我建议你 并不是很建议你去 很主动的去找他 你可以先做好自己的事情了 先把自己先 先顾好 然后 你们两个自然而然的 他就会回来 好吗 或者 当有一个契机的时候 宇宙就会给到你 这样的一个指引 你们自然而然的 就可以恢复联系 自然而然的 就可以重新在一起了 因为 一定要相信 你们两个 之间的连接 是非常非常强的 好的 那这就是 我给 第五组的 朋友们的信息啦 希望有能够对应到你们 如果你们觉得 位置是相反了 的话 说他的是说你的 说你的是说他的 那就自行 捣换 这句话我今天晚上已经 讲了很多遍了 好的 那就 对 刚才说到一个第三者的问题 这个第三者无需考虑 好吗 就有或 没有 都 没有关系 就是 你们的 你们两个的连接是很强的 即使是有 外在的影响状况 其实只要你们两个能够坚定下来的话 没有问题 好吗 是没有问题的 嗯 这组牌不知道能够对应到多少朋友 这组牌的出现也是 很 很神奇的 这组就 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 兜兜转转 还是你 兜兜转转还是你 可能中间你们两个会 独自分开一段时间 然后各自面临 各自的一些 人生的课题 各自面临 各自去做一些 各自要去做的事情 但是最终兜兜转转 还是会回来 好了 这是突然想到的一个 一件事情 就 分享给大家好了 嗯 非常的感谢 大家 的 对我的宽 宽容好吗 因为 我如此的 我这么迷糊 竟然 没有录上后面的这些视频 然后 也很感谢大家的收看 嗯 我 不要求 要我的视频 对应到很多很多的人 就是大部分的人 我不要求对应到 我只要求 我只希望能够对应到一部分 跟我能够产生连结的人 能够帮助到 真正需要我去帮助的人 就好啦 好吗 谢谢大家的收看 以及支持 然后 如果你们有任何 对我的建议的话 都可以向我指出 然后我尽量会去做到 然后这个视频的剪辑方面 之类的 其实 说句真心话 因为我最近事情也蛮多的 然后 就算闲下来 有一些自己的私人空间 也想要先做一些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当然 如果我拍的占卜视频 我也很想做 所以 但是在这个剪辑上面 可能 当下还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很抱歉 真的很抱歉 好吗 可能不会给你们太华丽 太漂亮的那种剪辑 就很平淡 很朴素 就这个样子 好吧 然后 如果你们想要看任何的 类型的占卜的话 也可以告诉我 也可以去给我评论 留言 发弹幕 或者私信 加我微信 都是可以的 如果有想要做 个人私占的朋友们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好吗 那么 就这个样子了 太啰嗦了 太啰嗦了 要赶紧睡觉了 好吗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 每一天都很开心 也祝福到 祝福你们能够 跟你们想要在一起的人 在一起啊 好的 那就这个样子了 嗯 嗯